歡迎來到Tony Chan的頻道 我是Tony Chan 今集的歷史巴斯路線 是講這條前身 105號 由荔枝閣去西環 我講的總站就是西環 為什麼這樣呢 就是因為 這條是我認識的第一條線 就是覺得 西環這個地方 講到不知道在哪個位置 因為以前我小時候 在長沙環看著 巴士總站 一時又在那裡 一時又在另一道 但也叫做西環 中巴那個年代一下就蓋過了叫做西環 但九巴那個年代 一時就在山市街 一時就在西長街 整天都 改來改去的 改來改去的 那些總站 所以那裡蓋過叫西環 也有叫過那裡叫堅離地城 所以我很混亂的 我小時候對 對西環這個地方的概念 非常混亂 到底那裡應該叫 應該叫做堅離地城好 只是西環好呢 就是由這條路線 開始 另外有這樣的感覺 這條線是74年開辦的 說回歷史 它是後過104開的 這條線開的原因都是配合了美孚荔枝閣那邊 美孚新村那裡入了火 有過海的需求 開了這條線 它是沿著美孚 美孚、長沙環 太子 這些地方 其實跟104很相似 我想其實104跟105差了一個位 就是在於104就入了石劍尾 105就直到深水埗 長沙環那一帶 我小時候回答 就是 經常都見到 我當時經常都見到最多 就是刀聖家武的中巴 我經常都乘中的 我經常都見到這些車在長沙環那裡 又多 又見到它很神奇 那些中巴司機是 可以開著道車門來 行駛也可以 當年我最經典就是經常見到 就是這輛105 我覺得好像 好像是你得理的樣子 的確 搭車為了去哪裏呢 就去西環 鹹魚欄那裏 鹹魚街那一帶 買海味那些東西 就搭105 105我記得當年 我通常都搭了半個多小時多一點 如果是深水埗 半個多小時多一點 因爲它要走 走到中環 然後走到黃後大到西 我記得是半個小時多一點 以前的年代 我也記得 那麼 這條線 其實如果你在說走線上 跟104 差不多只是 過了太子後 大家的分別 是在於什麼 那麼 我就自己覺得 這條線 其實是好嚇過 104 為什麼呢 因為 如果說 覆蓋面上面 105的覆蓋面 一定是大過104的 104說真的 那句 石劍尾 再加個白田 說真的 你一定的人口 一定不會多過美夫 荔枝閣 長沙灣加深水埗 那麼多 一個深水埗 夠做到你一個石劍尾 再加個白田 那麼 那麼 可能 我不知道當年 巴士公司有什麼計算 是不是會計算到 就是覺得 105的銅鐵路平衡 的狀況是 比104更加嚴重 所以 應該 要執就應該要執105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個原因 所以 去到 西鐵 Sorry 不是西鐵 西瑞 西瑞通車的時候 105 就改了 是 走西瑞 變成905 那麼 905 那麼 我不知道 其實我真的不知道 當年 巴士公司有什麼考量 其實我經常都想 應該改那條 應該是104 應該要改成 904 而不是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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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要改的 我不知道有什麼原因 這樣改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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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 105 改了線 變成905 在西瑞通車的時候 就把這條改了 改了的時候 905就變成 轉型 轉型 就不是 做的客人 就改了 主力 就是做石塘咀的那班客 就是做石塘咀 西營盤那班客 那麼 比較上 就把重心 就變成在那邊 就不再做灣仔那邊的客 那麼 當然對於我們深水埗的人來說 就是 有點懷處 因為說真的 深水埗 長修蘭的人 如果在灣仔不上班那些 怎麼辦 怎麼辦 那怎麼辦 是不是牛很久 牛很久的車 一點都不著數 第二個問題 第二個尾巴的問題就是 西瑞的設計 一出就是 石塘咀那一帶 石塘咀的劑 其實嚴格來說 應該就是水街那裏 水街那裏 你一出是水街那裏 如果 905的行法 已經是 轉了走走走走 那個 那個 西營盆那邊的 或者是 就是叫做 叫做石塘咀 那麼堅尼地城那邊 怎麼辦 那就沒有 當年那個補救方法很有趣 就是開了一條905P 就是繁忙私家服務 那就是 Serve 回一班 西九龍深水補過一大的人 去堅尼地城 這個想法很有趣 然後 巴士公司就會覺得 旺角的那裏就回答104了 但是問題是深水埗那班人 我覺得很有趣 深水埗那班人 好像深水埗 長沙華那班人 那裏那麼多個客人 反而 這裏的客人那麼多呢 那客人 大過你的 石劫 白田 反而就是這樣處理 我覺得很有趣 當年這個想法 其實我真的覺得當年 改錯了線 其實應該要改是要改104 改做904 就改到去 好像現在的905那樣走法 105繼續 持續存在 其實應該是最好的 那 因為說真的 客員一定是 就是 長沙華那邊一定多過你 就算是 說真的那一句是 那個是 和地鐵平衡 但是問題 說真的 白田也是一樣的 白田石劍美又不是一樣 又不是有地鐵在 有什麼分別 是不是 那 那 我都不明白 我都不明白 為何當年就走去某某而 搞鬼了這條1905 我覺得就是 我自己作為 我自己作為一個曾經回答過很多次的答客 我都會覺得我對這個改動也有點不滿意 不是不滿意說它是 慢了還是快了去到 鹹魚街這個問題 是然是我覺得你這樣改完之後 你又漏了一條尾巴出來 那個 那個 堅尼地城那邊去 西九龍真是深水埗那一帶 你漏了你的尾巴 結果你又要加一些資源下去 其實這個真是一個 我覺得很大的錯誤來的 當年這個這樣的改動 那麼 從這件事 這個歷史路線有什麼教訓呢 我覺得這個教訓是在於 改善還改善 如果你改善 如果你改善 你也要考慮一下你附近有什麼路線 其實是更加適合去改善 還有你考慮一下客源 你考慮一下客源基礎那裏才去改善 你一改到搞到 整班深水埗那些人都完全去彎製筆那些人是極度不方便的 都不知道教你做什麼鬼 是不是 第二件事就是 你那些替代更加離譜 那些905P 105A 這些真的只有淡笑 尤其是905P 後來905P就變成904 其實真的 假的來說 你又沒有節省到車又沒有節省到城 但是那個營運的資源 反而又沒有那麼高效率 其實改善這家東西 真的要 真的要考慮一下多方面的東西 我今集就講到這麼多了 多謝大家收聽 好